《传奇》第三者篇 因为近藤真宴的方言 令梅艳芳误多他和忠心名赛的情网 从不知不觉到不如不现 这段三国关系历时一连 只是在乎曾经拥有 已经逐够被梅姐引为不生罪客骨名甚至恋 梅姐并不是第一次身陷苦恋 早在1984年拍摄大台剧集《香港花月夜》期间 梅艳芳、苗乔偉、施美珍落入错综复杂的迷情 梅姐和三哥拆出火花 三哥就和阿施肉断囊断 最吊诡的是阿施名之一切 仍然当阿梅是朋友 到底这个是怎样的三人世界呢 苗乔偉和施美珍是注定有缘的一对 他两个先后就读在香道中学 三哥比阿施高四届 校内彼此并不认识 三哥先踏足社会工作 做了目工学徒 之后投考大台第九期艺员训练班 毕业之后短短几个月 就获拍过客南二号欧阳江一角 风头虽然不及同学王日华 亦总算是一剧成名 到第十期艺员训练班招生 上届毕业生负责协助师弟师妹报名 王日华当值完毕 第一时间兴奋地告诉三哥 今天来了一个美女报名 好奇的三哥借探访刘方刚老师为名 和王日华一起穿上白马王子装 双双杀到对行到课室 一督传说中的美女戚美真业风采 那边商第十期一班学妹收到风 两大俊男师兄将会空降对行到 兴奋莫名感高谈阔论 王日华真是很英俊 苗桥位真是很高大 高傲的阿戚没有与同学一同喷口水 但毕竟是明星到访 不免有点心思思 当时货室四边以围板分隔 外面是老师休息室和茶水间 三哥借饮水 从围板之间的蜡窥偷望 刚好和身处货室内的阿戚四目交头 就是因为忙多一眼 就再不能够忙掉对方的容颜 和三哥一样 拥有盛世美貌的阿戚 没有捱过太多咸苦 已经屯泳而出 第一出丹正的剧集 就是拍正三哥的飞越十八层 开拍初期 三哥和同学姚凤斯 仍然未斩揽 有一天传来两个人分手的消息 三哥一念失落地开工 阿戚好意地慰问一番 反正回复单身 三哥很快就出手 频频约会阿戚 稍作相处 阿戚已经觉得和三哥性格不合 自己是急性子 但他就慢条思理 滋滋油油 好像不是太夹 反正只是刚刚开始 就叫一个女症好友跟他说 叫对方不要再追了 无论阻止大家 他听完之后 就好像没事一样 继续约他 阿戚个性刚烈 容易发生 与着沉稳冷静的三哥 尽量遷就 包容女朋友 但相恋两年多 就嘈嘱两年多 阿戚再一次认定 三哥不会是自己的理想对象 今次不再搞第二个把口 他直接与三哥提出分手 表面上三哥愿意接受 但除了没再拖手 拥抱 三哥照样商约救我吃饭 聊天 阿戚就以好朋友身份付会 听前男友谈诉心事 包括最近结识了哪一位女朋友 三哥和梅姐 双方互传好感 都认为可以发展 梅姐立即疏远几个观望中的男性朋友 专心一意把感情压在三哥身上 令三哥好感动 但同事又觉得有愧于他 因为三哥始终忘记不了阿戚 这方面梅姐亦都一清二楚 他向三哥表明立场 女生的心胸无可能太广 所以要他选择 但他似乎没有了 他喜欢处事缺绝的男生 果断有男子气概 但可惜的是 有时候他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清楚 对梅姐三哥总是含会其次 对阿戚三哥就几乎重回隐瞒 唯一无孙之于口的就是 他依然爱着阿戚 女人天生特有的雷达 亦都告诉梅姐听 阿戚的影子一直存在在自己和三哥之间 废之不许 梅姐开叹 如果他同事和两个女生一起 当然不是好事了 所以要他作出抉择 但他就一直下不了决定 自己就唯有离开 不想因为他而令到他和阿戚产生任何矛盾 之所以这段传闻中的三角恋 袁妙是在两位女主角被反过面 更加一直是朋友关系 梅姐不玩争俗男人的游戏 正如日后放弃近藤真燕一样 他选择退出 成全三哥 三哥自责 既然放不下阿戚 就一早不应该和梅姐开始 他对三哥太好 所以三哥怕不可以用同样的心情回报 是他的错辜负了他 协议分手之后 他立刻通知阿戚 阿戚问为什么 三哥解释 阿妹是一个好好玩的朋友 但再深入一点 就好像不太可能 阿戚完全没意识到 自己就是三哥和梅姐 不能再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 也因为这段谈花一宴的戀情 令三哥更加认清 谁是一生之爱 于是回头再追阿戚 兜兜转转 三哥和阿戚大团圆结局 不过 围绕这对恩爱夫妻身边 仍然有一番糾纤不清 和三哥分手之后 梅姐Disco 在后当时任职广告界的周世龙 交往了很短时间就分手 周世龙转移目标 追求三哥营幕最佳拍档翁美玲 面对新欢满烈的攻势 大友和汤侄业拖汤拉拉 极度迷茫的翁 一时想不开自尋短见 中年26岁 如果这事情我竟不清醒 爱在清醒如梅艳芳 都不一定有未满的好结果 ен岩芳 得知恶 得知恶 怎么会 能火